第16题 下列哪一种现象不属于动态平衡 所谓的动态平衡的意思就是 在外表上看起来东西就没有再发生变化了 可是内在里面的反应仍然在持续的进行之中 这种叫做所谓的动态平衡 所以选项B 饱和食塩水的食塩固体 在这里边呢 有同时会有溶解跟沉淀 所以饱和的水水溶液有不断的溶解跟不断的沉淀 只是溶解跟沉淀的速度一样快 所以外观上看不出任何变化 所以这个是属于动态平衡的 均匀扩散的糖水溶液 那么这边呢 它还在扩散中 它们的分子会继续的运动 只是呢 外表上看来还是均匀的 可是里面的分子仍然在持续的移动中 所以呢 这个也是属于动态平衡 密密空间的N2O4跟NO2的颜色保持不变 这是一个可逆反应 然后呢 四氧化二氮会变成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会变成四氧化二氮 但是因为可逆反应达到平衡 所以呢 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 外观上看不出任何变化 但是内在反应仍持续的进行中 所以这个也是动态平衡 所以只有选项A 禁止在天命两端的砝码跟物体 它已经保持静止了 它没有一直的左右的摆动 它就是平衡状态了 这个不叫做动态平衡 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 哪一种现象不属于动态平衡 我们答案选A 禁止在天平两端的砝码跟物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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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